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FM的特備節目 為甚麼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三位學員 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份 亦都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大家都朝著一個方向的發展 就是怎樣呢? 學到這套技巧之後 可以幫助大家 無論是你的財經知識方面 自己投資的生涯 甚至乎自己個人成長 都有一個很不錯的得益 在我們身邊兩位 有兩位英俊男士 我們有Lonnie Sir和David 左邊就是我們有Monar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學員 做一個分享 就是大家是抱著一個什麼學習心態 來讀這個FM的課程 Lonnie Sir你又怎樣看? 我在四年前開始跟學校 跟學校的時候 我已經剛退到幼 正心找一些東西做學 看到學校有課程 我去聽 聽完之後一直跟學校 我當時是白紙一張 是什麼都不吃的 直到後來 我是幫我學校教練 當時還有教練 做了四屆教練 做了四屆教練 很多朋友都說你是最資深 也可能是年紀最年輕的 那位朋友 我跟在上學的時候已經超過70歲 我現在認識完之後 我更加最大我 好像你介意兩月 還比一個年多大我 可能要包含一個 最好學的一位朋友 獎給你了 那下位朋友就是Warner 你自己從事 雖然都不是一些 關於投資相關的工作 為民員 但為何你自己都會有興趣 學這個課程 其實因為 自己本身做文職 跟著 都很固定的 朝九晚五的時間 工餘時間 其實都沒有什麼做 但是你知道 其實有份收入 固定的收入 然後你都想找出路 如果不是 除了銀行 定期之外 我自己都不太懂得去投資 我都是來到這裏才買電腦 所以 是很神奇 不是有備而來的 我本身 來到這裏發現 有興趣 然後就進一步去裝備自己 好 那剛才你講到 Hardware方面 和買電腦 如果短性的技巧 或者財務知識方面 會不會剛好你作為一個 民員的朋友 都去Admin 處理數字很簡單 但是投資方面你又熟不熟 就是不熟 你說得很對 我本身做文職 其實只有Excel 來到這裏 然後又學會了 PowerPoint 然後又學會了 怎樣去運算 你知道計數的 都要懂 看來可能Monna讀完 FM之後 可以在下部全CFA 讀其他專業的課程中進發 下部的朋友 右手邊有另一個帥仔 Damin Damin自己我相信 財務方面都很熟 因為自己本身都是做投資 和一位trader來運 沒錯 我自己其實已經炒了超過十年 一直都是炒股票 香港恆生指數的期貨 或者納斯達克指數的期貨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炒賣 而是 我為什麼都會來上課呢 就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小時候 以為一個trader 很型 炒完 拿半瓶紅酒 好像周圍避 實際上當然不是 因為又要看不同的資料 又要看到晚上 其實要回到精神是很累的 那時候聽到什麼自動化交易程 我覺得 哇 很型的 是否真的自動化 以及電腦是否真的能夠 取代我們的交易員 都有些地位受威脅的感覺 那就來了解一下 而當中就發覺很棒 因為阿Sir設計了很多不同的軟件 以及他針對的市場 和我自己很不同 因為阿Sir教的外匯市場比較多 我覺得一個新型的市場 以及一個新型的技巧 就很想去學習一下 以及看看當中的方法是怎樣 但David 你自己本身都是做這個投資的工作 也有自己的盤 自己的本土 自己的策略 那你怎樣抱著一個開放的心態 接觸其他行家 其他老師的投資 因為你自己本身都有一個既定的交易模式 那這個就必然有自己的既定的交易模式 而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真是學無止境 還有我自己去學習的恆生指數 那類的炒賣的時候 都參考過不同的老師 又去看書 而去到這個最好的 就是因為他對我來說很多東西是新的 第一個就是外匯市場是新的 以及電腦是新的 以前我們說到 我也是的 其實就是Work和Excel 然後他那種軟件 全部都不知道 對於我來說 有一個新的 譬如要學怎樣寫曲 諸如此類 我覺得是挺正的 還有 又說常家好 所以當然很喜歡學 那三位朋友 我們談到這裏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你們的背景 你們的工作 可能本身有一個限制 或者一個共閒性 但學了這個過程 都可能有少少提升了 插力方面 logic 各方面都有提升 到2022年的時候 你知道環球趨勢 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又在打仗 又插到地板 港股又沒有人 玩美股又開始前面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的投資策略 和你讀了FF 這個投資技巧的時候 可以怎樣運用在環球經濟裏面 這個我覺得真的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呢 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 就是港股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炒了大約12年左右 就是終於經歷了 就是最近的新聞 不斷說是12年的新低 沒錯 就是我已經經歷了股票 就是新低中的新低 在股票來說 就真的比較難玩 而是 譬如以指數為 它的優勢在於可以買升 可以買電 就是我們所謂的沽貨 外匯也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一隻貨幣的升 意味著另外一隻貨幣的下跌 不會影響 就是不會因為整個週期不得玩 我覺得這個最棒的就是給它出路 因為以前 最近的人 就是在跌市的時候不炒 譬如股票來說 而外匯就起碼多一個渠道 就是能夠在升和跌之間 都有不同的途徑 關鍵就是自己升不升的方法 我非常好 就是好像股票也好 Crypto也好 外匯也好 你選對一個pairing 或者你提對哪些 其實都可以令到這個名利 另外Monna和Loni 你們怎樣 其實玩外匯有個好處 就是剛剛她說的 你可以買升買電 我們在這裏設定了指示 或者指責 如果現在有時候 英國和歐元跌得這麼重要 我們一早就定了指示 一到那個範圍 它是指負電子 我們同時有限 但同時你看過外匯 在歐元附近 英國是不斷插 我便反過來向下走 我買回去 同樣可以賺錢 因為某一隻貨幣跌了 或者某一隻貨幣跌了 或者某一隻貨幣跌了 而沒有損 那你說我本來買升 我發覺不對勁 要賺錢 因為要賺錢 有沒有配合雲觀分析 和消息的策略 例如你看到 某個國家有貼地 有歐盟 某個國家又和某個國家 去打仗 林遠有危機 這麼多因素影響 你會不會看雲觀上的消息分析 有的 我們有參考 另外 Anna 你自己到2022年 展望 或者你們投資深入力情 如何 也不要說什麼展望 因為其實我本身 我當你是分析師 其實我本身 真的懂得皮毛 性在有什麼好呢 就是有AI的幫助 你說要懂得Foundation的知識 可能前輩這些 是有幫助的 前輩有幫助 因為我始終是這麼多位師兄 之中年資最少 最少一個 年資最少 對 所以在技術層面 我未必可以分析很多 但是 就是相信阿Sir的EA 因為裡面有一個AI的功能 所以他會幫助 就算我沒有什麼技術 懂得分析的話 他都可以幫我判斷 但是幾位朋友 剛才說到你 AI 人道 無論如何都要超過程式 因為設定程式 都是人道 對嗎 如果大家沒有計劃 計劃 甚至財富知識 會不會令到大家 設定中有個局限 或者不會設定 設定錯 調校方面有個不差 會不會擔心自己的技術層面 未到位 都未必做到一個好的操作 這方面我可能有得講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技術層面 我不是的 我完全不是科的出身 我真是一個普通的問員 真是Rexcel 已經是我的極限 連POWERPOINT 我都是進來才懂得做 坦白說 是的 我的同學都知道 來到一個很好的氛圍 就是什麼呢 就算你自己不懂 也好 因為我們一班同學 可能當時那屆都 有40人 40人也會有一些 一半是復復生 一半是已經有經驗的師兄師姐 然後有他們帶著 有些教練 一個團隊 你自己不懂也好 總會有人懂 那我們就發揮到 那個團隊合作的精神 是的 大家都可以互相拉長步短 我非常好 令我兩位 你們都沒有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沒有COPING 沒有Programming的經驗 你如何可以做到一個好的調教 令到你的交易更加順利 我自己覺得 當時 Lori Sir也是我當屆的幫助人 幫助人教我們 沒錯 大師兄 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因為我時候 其實因為他有興趣之後 就再學COPING 而是我覺得 那個調轉了 就是先賺錢之後學COPING 因為有興趣 覺得他真的做得到 才去做 還有 譬如我自己都慢慢發覺 情色就不是那麼困難 特別是譬如阿Sir教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些固定定式 你需要改動一些不同的參數 還有做不同的back test的研究 並不需要一開始就極度創新 我記得我以前上了很多課 包括自己 也有時候會教一些朋友 即投資一向都是悶悶地贏錢 很少很刺激 無盡高階技巧 即堵實 是很難的 亦都很少 即是刺激還是輸過 真的贏一顆 沒錯 我們都是穩定贏一兩顆 因為投資畢竟都不是要很刺激 大上大落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用一些已經賺到錢的方法 以及吸收不同的經驗 反而我覺得是最容易入手 大師兄怎樣看 我在四年前參加阿Sir的課程的時候 完全是白癡一張 你都不是這方面的經驗 我完全不是這方面的經驗 我連股票也沒有馬 即如剛才阿瑪麟所說 除了玩普通的電腦 玩的work 我懂得powerpoint 反而不懂得x 但因為很簡單 是電腦用家 入讀的時候 我發覺很多東西我不懂 但阿Sir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很鼓勵 teamwork 我以前有很多師兄在幫忙 我記得 他現在拿來笑 就是我第一堂翻譯之後 去做創建 搞個MV4 搞其他的食材料 我第一晚在他屋裡 不停購物 是我什麼都不懂 那整班師兄在裡面 他在偷銷 即是不僅硬 有人 但個個都不出聲 讓我自己看 結果有些師兄很厲害 就選我怎樣做 那我直接是一個最簡單的基建 我都是搞了多成 兩個月才搞 所以是被人參考 那整班裡面 我已經保美好 那師傅覺得很努力 這個也有少少 但唯一是我不認識 雖然我不太大 但我不太差 所以我就不停購物 那師傅覺得 那師傅的好處 就是 接下來那兩年 阿Sir任我們的翻譯 當時不是複讀 是阿Sir很多的課程 短記課程 一萬兩塊 在任何我們翻譯 我們幾個人 同樣有開課程 直到F7的時候 阿Sir開始不複讀 那我就跟複讀 在複讀的時候 我發覺突然間不太多 以前不明白的事情 在複讀的時候 好像開了一條 對 以前都學過了 但當時是不認識的 即是學校都等於複讀 但再翻譯的時候 已經用了一條 一開始就開了 那我馬上就很熟悉 但是那幾個好處都要賺 那跟著開始就自己做 自己試試看 去賺錢 在那些時間 結束到F10多錢 那上去給我的家 我一路到10 一路到10 然後我才去香港 這樣就變成了 但這段時間 我一路都求疑 幫我賺錢 已經有全息 一路到現在 我已經賺錢 我都經歷了這段時間 但是在上來 增加了很多 所以各位朋友 原來我們當中 我們邀請了三位學員的分享 都看著不同學員 不單是投資 知識技巧 適用PowerPoint的Excel 情況下 還可以有個人的成長 由這方面 完全不懂這個專業 到慢慢可以學會了 可以帶組 貢獻發比的小組 令到其他同學 都有個人的成長 和知識方面的增長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是不是要報讀 和了解FF的課程 都可以不做 各位朋友 當然是上那個新入班 說回這個三百八班 我有些冤緣想說 其實就是 適逢我 我想很多師兄 都是上完三百八班 然後才報讀我們的課程 話說我都在三百八班 認識了 Lonisa 但話說那時候 Lonisa來分享 我本身都猶而不決 究竟行不行 你都知道 又要再報讀一個課程 錢也不是一個問題 還要時間 然後我就不斷問他 當時上完三百八班 究竟行不行 他講解完之後 有文有佬 我才決定他報名 所以各位朋友 無論你是哪一位專業 你自己本身的背景 專業是否在投資的靈魂也好 無論你從事的工作 是否是文職 是否一位已經是很成熟的 一位Trader 一位有經驗的投資者 甚至一位年紀比較大一點的朋友 無論你是什麼背景 其實透過這個課程 你可以提升到自己專業的知識 投資的技巧 以及有個人的成長 所以下面亦都有一些連結 大家是否可以點擊 留言 讚好 可以了解我們這個課程的看法 最重要就是 要給麥克風 希望我們下一集 我們再邀請一些不同出色的學員 這些過往的朋友 作為我們的嘉賓 再去分享一下 我們在投資的領域方面 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令到自己可以得到一個個人的提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